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星期我去吃借虾的時候 我突然想 其實可不可以不是借虾呢 就想了這個 recipe 把借換成香茅 把蝦換成雞肉 我試過 也不錯 挺好吃的 但這個叫甚麼名字呢 是否叫做香茅雞雞小肉棒呢 為何會這樣說 待會你就知道 材料有 免治雞肉 香茅 這個是芫茜 紅色黃色的燈籠椒 只有這麼多 做這個呢 我們買免治雞肉就方便很多 但如果你不想買現成的 適合市場的免治雞肉 當然你也可以買些雞胸肉 雞腿肉回來自己剁 就會更加好吃 好 我們首先攪拌所有蔬菜類的 我們把這個紅椒和黃椒 切到它變成很小很小很小 最後灑上去一起吃 把燈籠椒切粒的方法呢 就是把它切了絲 然後再把絲切成粒粒 這樣每一粒都一模一樣大 很漂亮的了 我們把紅色和黃色都分別切好之後 我們把它放在碟上 接著我們再把芫茜切碎 但只要把芫茜切成粒粒的部分 真是不講理就不知 大家通常拿芫茜就要用葉子 但其實那些粒粒才是精華所在 芫茜的粒粒是香很多 我們把芫茜的粒粒都切碎 其實只切一切已經聞到芫茜的香味 但當然有些人天生就很怕芫茜的味道 那你就不要放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 然後我們把芫茜碎 把芫茜碎放到免子雞肉裡面 接著我們就可以醃雞肉 由於這是免子雞肉 我們要攪至起筋 我們首先把芫茜放在一個大的碟上 因為小小的碗很容易攪到 周圍也是 調味料我們就用魚露 加少許老抽 因為會令到芫茜的顏色深一點 這樣煎出來就會更漂亮 還有加一點鹽 免子雞肉的東西 你不加鹽下去攪拌 它就不會起筋 所以鹽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 然後我們就順著同一個方向 不斷攪拌 不斷攪拌 如何為之起筋 其實都頗明顯 因為你看到它已經是 將在一起 它們有黏性 這樣就為之起筋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就預備香茅了 香茅最香的地方 就是下面的肚子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把它切開一半 即是如果你不把它切開一半 你就這樣包著雞肉在外面 其實是不會有味的 你切開了一半 然後還用刀背壓一壓它 把把雞肉盛起來 使得它的勁的這個部分 那個醬汁可以跑出來 這樣就很香了 好 然後我們就包這一點 怎樣包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塗少許油在手上 然後拿一坨雞肉 把香茅壓在這裡 然後一邊把它滾 這樣就會成為這個小肉棒 好了 完成這些小棒棒之後 我們就放在鍋裡煎熟 其實如果你沒什麼時間預備你的晚餐 這個小肉棒其實是可以做定的 你做定了就可以放在冰箱裡 你要吃的時候煎熟就完成了 好 接著我們燒紅鍋 放些油在裡面 然後就煎了 好 煎至金黃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上碟 上碟之後 我們就把剛才切定了的 紅椒和黃燈籠椒粒灑上去 連同一點這些香茅 切碎了做一個圈圈這樣 還有一些芫荽的葉 再加少許魚露 還有吃的時候 加些檸檬汁 這樣這個香茅雞肉串 小鮮肉棒棒 就完成了 好啊 請你喜歡的 我會不會吃到 吃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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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吧